这边 这边 稍微十点进了 你睡着了吗 我哪儿睡得着啊 心烦一乱 我找那个小梦 给樊樊找老师那事 你 心里不别扭了吧 真没关系 我都说了 大眼的事归大人的事 小孩的事归小孩的事 一码归一码 真没关系 那小孩的事 我觉得你也别多想 其实你心里跟我一样 都觉得他俩不会谈恋爱 但你是不是就是有点焦虑啊 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说我能不焦虑吗 他们俩来这么一出 也是啊 我想想啊 都是因为乔卫东 都是因为乔卫东 要不是他搅和我 我哪儿至于这么疑神疑鬼 你不能赖乔卫东 就是你自己 压力太大 太焦虑了 所以乔卫东一来 你就觉得有点搂不住了 是不是 我一个人应付英子 以前都是得心应手的呀 可是你看他也来一搅和 全乱了 这英子也是 死就白了也是让什么难大呀 真是想不通 平时挺乖的呀 就这一年 这是怎么了 你呀 我跟你说 你不能太焦虑了啊 你这英子本身就比较敏感 他也有主意 你跟他真接着对卖忙的不好 还在这个时候 我就够退让的了 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玩什么乐高 行行行 想玩就玩吧 不是说放松吗 我允许了 又整天三天两头 往他爸那儿跑 要往常我都会气死了 那我也允许了 我 我还要怎么做呀 反正考难大这事 我绝对不能允许 其实这两天我还真在想 如果啊 我只是说如果 将来俩孩子 要是真谈恋爱了 你不会跟我翻脸吧 梦姐 我是真心地 想跟你做一辈子朋友的 妈呀 你就怎么了 你就这么不希望他们俩好吗 你看我跟乔雨冬 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当年我这个学霸 就随白咧的 非要跟着你们一个学渣 现在落什么好下场了 学渣跟学渣也不一样 方一凡虽然成绩差了点 可是我们家梵梵人品好 随着方圆性格也好 是不是 是 这倒是 可是你说这男的 有几个靠谱吧 这方圆 他要是靠谱 怎么会跟乔雨冬搞一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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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俩不能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否则咱们俩白和好了 又开始来一轮 你说这 你 英总到底为什么非要考南大呀 她就那么想躲着我呀 我觉得呀 你要是这样 我觉得有可能 真的吗 我为她付出了那么多 我这么爱她 她哪儿找得这么心疼她的人去 这辈子都找不着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呀 孩子们长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老了 我妈呀 我们得学学放手 随她们去吧 咱关好自己就行了 你说得对 看来我真的是 越来越不了解她了